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燕榕老师 那么今天是6月20号 那么燕榕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我们分享的易登 从最近的一个分享 拉了三支涨停板上来 那半个月的时间 也拉了七支涨停上来 还有在6月4号之前 如果你有留贴图进来的朋友们 那么你可以直接看到 我对你的分享6451的讯心 那么在这个地方 已经连标了五支涨停上来了 所以今天易登第二 要复制的是像这样的速度 跟这样的幅度 远远的超过目标在70%以上 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了 把握这个机会 欢迎大家现在加赖进来留言 3048加上电话 或者是3048加上赖ID 来跟上燕榕的行列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谢谢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燕榕老师 那么这几天很多人在问 那么老师你的鸿海 你上次说这个181块占上之后呢 有机会挑战211 结果今天不止211 今天竟然看到217 老师你的A指标真的好准 那到底鸿海目标价到底在哪里呢 好我想很多观众朋友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提问 你是来行的 你知道燕榕老师从去年106 就操作鸿海了 140块做一个卖出 然后呢在最近呢 166 167又买回来之后呢 185又做一个卖出 187买进之后呢 结果呢到今天已经又看到217了 那鸿海的部分 它的高点其实 主要还是由A指标数据来做一个评估 等一下做一个分享 那么再进入这个主轴 投资钱呢 燕榕先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今天 燕榕老师带领会员朋友呢 就像这样子 分享给会员或是留电话的粉丝朋友们 所操作的股票 这个节奏感经常像什么呢 就像今天呢 6695的心顶 71.1呢 带会员朋友 以及有留电话的粉丝朋友们做买进 然后呢马上急拉狂飙 你参加投顾讯息 你参加投顾老师 有跟过这种的吗 老师叫的讯息你可能不太敢跟 但是燕榕老师所叫的抠讯 会员总是争先恐后来做一个买进 一下子就急拉上来 然后呢71.1买进的 一下子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拉到涨停板75块收盘 所以呢再度证明了一件事情 燕榕老师分享给会员跟留电话的粉丝朋友们 这个标股经常第一时间长红 甚至会涨停板哦 好那当然重点的部分在哪里呢 在于有时候就算是免费跟你分享的 也是一样非常的标 好比呢6月4号呢 赖A当中公开分享的6451的讯信 已经拉出了五支涨停板上来了 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加赖进来的朋友们 请记得赶快加赖进来留贴图 或者说已经加赖进来还没有留贴图的 一定要记得留贴图哦 有什么好处呢 就像上次啊6月4号 直接公开在赖粉丝团当中 所做的分享的6451的讯信 像这样子五支停板涨停板的空间 你就可以直接来赚到 所以如果有加赖有留贴图的 就可以看到近期有机会大标的股票 好那当然最重点是什么 就是易登第二 易登第二呢就是这个粉丝的福利 想要自己操作的朋友们 你可以在今天啊 那么来做一个免费的索取 那么如何索取呢 留言3048加1 记得是最后一天分享哦 那在这个地方如何留言呢 请记得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等一下加赖进来做一个留言 或者是拿起手机 打开赖当中的行动条码 来扫描这个QR Code 扫描之后呢 也可以来做一个留言的动作 那如果你希望 叶龙老师带你来做一个 同步操作的朋友们 你可以直接留言3048加上电话 或者是3048加上赖ID来跟上 当然今天这档易登第二 它的节奏是什么 第一时间可能像易登本尊一样 那么可能像这个训新一样 那么最短的时间 急拉7支涨停 甚至5支涨停 那甚至呢一样的一个时间 它同样的一个速度在哪里 尼德克超纵 昆盈 索罗门 半个月时间 就让你全部个别资金 有翻倍的这个机会 所以今天这个易登第二 大家一定要跟上最后一天分享 好那大盘的部分来跟大家分享 目前定调是什么 全值股要换到中小型的股票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你光看一个东西你就知道了 好我们从大盘的这个电脑图 来做一个分享 都跟你说两万四了 有没有 两万四我跟你提到的是 两万二的时候跟你提醒 我说两万四 结果今天已经又来到了 又涨1400点 来到23406 这是月线 我们来看日线 好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遍地黄金 在日线的部分你看到 我们把图来放大来看 为什么全值股 你要换成中小型的补涨股 你看到这个K线 昨天是一个长虹 对不对 那今天呢 今天竟然只开平盘 代表什么 这个盘开起来 不是特别特别有力量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慢慢的有点拉不动的味道 拉不动的味道 是二度拉起来 二度拉起来 代表什么 全值股硬拉上来的 谁呢 就是红海呀 红海围盘不是又转强吗 就是类似这些全值股 这样子拱上去的 那全值股类似这样很 很用力的拱上去的 那代表什么 代表全值股可能是 类似一个所谓穷奴之末 我认为再来的话呢 大盘多方的气势还是在的 但是呢 全值股的部分 可能再来的气势 就会比较严重了 所以呢 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做一个 太弱换墙 全值股的部分 这个资金会慢慢的来转移出去 慢慢来转移出去 这个是我来跟大家做的一个分享 那你来看看这些全值股的部分 那么包括你看这个富邦金是硬拉上来的 有没有 那包括这一个国贷金也是 是拱拉上来是拱在最后 而且你看他这个开盘都 跟前一天这个红K线来讲 他都不是一个大跳空缺口 所以全值股应该可以说是 差不多已经到一个全 一个强奴之末 但是最重点还是在中小型的股票 中小型的股票 那因为全值股是这样的走势 所以你看到说 A指标数据创高点 对不对 RSI创高点 那这个呈现的意义是什么 一般来讲指标过高 会有一个惯性拉回 但是就算拉回之后 将来还是会再创高点的 所以暂时渐息 现在全值股 不要再去做 要来做一些比较中小型的股票 所以今天鸿海是主攻 那矽光子GB200 那么相关的概念股 机器人概念股做一个助攻 这些都比较小型的股票 可能开始会慢慢会浮出来 那所以呢 基本上只要指数在今天 今天是守在23406 那如果23300守得住 这个应该再来 接下来就是慢慢是往上推 指数不太会动了 那如果全值股不动 那个股表现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大 尤其台积电今天拉回的效应是什么 明天如果说全值股在 更进一步拉回的效应 代表资金全部释出来嘛 那资金释出来之后 是不是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他就比较会有机会的 所以我不愿意在明天 很多全值股拉回才告诉你 而是在今天告诉你 证明一件事情就是 你会发现 A指标常常都讲在前面的好不好 讲在前面你才能够真正的 得到一个领先应变的机会嘛 那当然台积电的部分 今天昨天藏红嘛 那今天是一个黑盘整理 而且红K一半的位置也没有跌破嘛 代表还是一个多方 但是你看到股价创高 整个指标值一直没有办法来创高嘛 所以这个地方 就算他在供好了 A指标数据0.14 其实我觉得空间也不会太大了 也不会太大了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台积电怎么操作 下一个买点在哪里 或者说台积电的一个目标价在哪里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加赖进来 明天早上7点钟的赖会直接跟你做分享 好鸿海的部分 鸿海的部分我们来看看整个电脑图 好 他今天我们看到A指标数据短期突破了嘛 短期突破了 然后突破这个0.14的意思 那代表他是一个攻击的盘 那攻击的盘要攻哪里 就看现在A指标数据在哪里 在0.19 0.19对不对 他要攻哪里 攻0.21 攻0.21之后呢 再回撤一次 还会再挑战最后一次的高点 那现在会挑战近期的次高点 近期的次高点 我认为极有可能在明天会出现 因为A指标数据 只要从这个0.19拉到0.21 他就会出现近期的次高点 那近期的最高点就是这个次高点回撤之后 还会有一次攻高的动作 所以呢近期的次高点 你想知道在哪里吗 明天早上7点钟的赖 我们空中在会 我直接跟你分享 我对于鸿海这个次高点的一个价位在哪里 只要有加赖留言2317加1的朋友们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得到这个价位 好那另外的话呢就是 最近我会找一些热门强势的股票来 跟你分享下一次隔一天的一个买点嘛 昨天分享的是4909的新复兴嘛 那你又来拿的 你今天赚了一只涨停嘛 今天又涨停板 还有呢昨天也分享了2382的广达嘛 今天又拉了15块上来 那今天分享谁呢 今天分享的是3062的建汉 还有呢2316的男子店 那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建汉呢 因为A指标数据创高点 你说老师啊你找的涨停板的股票 不错啦你去一个红线的来跟大家讲嘛 老师你比我的老师更好 我的老师都去三个停板再来讲 那其实不是涨停板的股票才跟你讲 你自己去找涨停板的股票 你就做看看 你看看会不会被修理 主要在关键在哪里 就是A指标数据一定要创高点 A指标数据有创高点 你看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在隔天 大师拳脚 甚至呢像这个精彩一样 后面还涨了三只涨停以上 都是因为A指标数据有创新高嘛 不是重点不在涨停板 重点是在于A指标数据有创新高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呢如果你想了解3062的建汉 以及2316的男子店 明天什么价位买进之后 会再度产生急拉 那想不到就做着当冲也不错啊 所以记得来拿这个股票 3062加1 2316加1 加赖进来留言就可以 好 那当然我想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再来提醒的是 如果你还没有加赖进来的朋友们 请记得加赖进来留贴图 那有什么好处呢 加赖进来留贴图 好比说你在6月4号之前 就有做这个动作的 我在当时6月4号 跟你分享6451的讯新 那么今年已经涨5只涨停上来了 所以呢如果还没有加赖进来的 请记得加赖进来留贴图 或者说已经加赖进来的 还没有留贴图的 请记得留贴图哦 好那我想当然最重点就是这个 粉丝福利的一登第二 粉丝福利的一登第二 一旦发动就是三个长虹涨停 当大盘这个全职股受到压抑的时候 这个中小型股啊 它就会逆势狂飙 目标70%起跳 想要自己操作的朋友们 请记得把这个小老鼠 小A178写下来 等下做一个加入 来做一个索取 来做一个留言 3048加1 这样就可以直接带回去了 好那当然这个是最后一天分享 最后一天分享 把握这个机会来做一个索取 那么这个一登第二呢 在这个地方啊 它会像操纵一样 好那么比的是速度 比的是幅度 半个月的时间啊 就拥有资金翻倍的机会 就像所罗门就像昆盈 就像尼德克操纵 每一档我都是领先预告来送给你 而且不是连续涨停才送你 而是连第一根长虹涨停还没有出现之前 我就领先的在第一档去跟你做预告 直接送给你的 所以呢请记得一登第二目标有70% 今天最后分享了哦 想要跟我同步操作的朋友们 欢迎加赖进来留言3048加电话 或者是3048加赖ID 来跟上燕容的行列哦 好那么如何留言呢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做一个留言 那么来做一个加入 那么记得订阅燕容老师的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好那么大盘的部分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全资股的部分来分享的是这个00878 哎今天填息了耶 恭喜老爷赫息老爷啊 00878今天填息了 但是老师啊 00878到底可不可以买呀 到底可不可以买呢 不要猜 当你拿到一个题目的时候呢 你就看位阶 位阶怎么判断呢 好你可以判断的是 RSI的位置距离前面近还是远 如果距离还很远 他就低位阶嘛 哎可是你看 他距离很近耶 代表什么高位阶 那但是最准的是什么 是看A指标啊 A指标距离前面是近还是远 哎也是接近的 这里0.03前面0.04 代表近在直尺 代表空间不大 所以呢这个地方啊00878啊 我认为啊 在这个地方啊是相对高位阶 反而稍微在未来一两天之内 好如果你要赚个价差的 可以先跑一趟 好那我认为你要买的话可以 那等到下一个循环 好下一个循环 A指标数据回撤一下 比如说回撤到这里 或者是这里 好我认为是一个次低点 才比较会有机会 那如果你有兴趣想了解的朋友们 这个00878下一个买点在哪里的朋友们 欢迎加赖进来留言 8.878加1 好来做一个留言 明年早上呢 晏蓉会分享两个价位 一个是00878最近最高点的目标价 那另外一个是00878最近次低点的一个买进价 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留言 8.78加1来做一个留言的动作 好那想要了解 8.78成分最标股有50%空间的股票 这档股票 他的A指标数据拉到0.27 这个是真的是压箱保释私房的股票 好私房的股票 本来是要留给会员做的 那选了半天了 我觉得还是要把最标的来给大家 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如果你想了解 00878成分最标股有50%空间的朋友们 欢迎加赖进来留言 8.78加2 直接跟你分享 好那我想来 分享的是这个昨天 已经讲过一次的这个6140的训答 他是资讯软体股 那这一段的话呢 5月份拉高这一段 摆脱盘涨区 两段洗盘之后呢 昨天也跟大家提到 我说关键价位首吻 他会续工 那如果你有来拿这个 来拿这个6140留言 6140加1的 你今天啊 这支涨停板啊 我想你就赚到了 6140 6140今天 一度拉到 来我 好你看一度拉到涨停板 这不是今天讲的 这是昨天讲的 昨天讲的 那这个6140的话 今天这样拉 如果关键价位站稳 我觉得还是会 让A指标数据拉到 0.19以上才会 稍微听看听一下 所以呢 你想了解他的买点的 有兴趣的朋友们 因为他过去的经验 很会标嘛 对不对 他过去曾经标过嘛 有没有 他过去曾经标一大段嘛 好所以他这个 还是小菜而已 如果你想了解他的买进价的朋友们 也欢迎加赖进来 留言6140加1 6140加1 好那另外的话呢 来跟大家分享 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 来我调一下画面 好这边的话 好那这是讯导 那再来就是联帽 我前面说过了 GB200的供应链 还是有机会的 那这个联帽是6月5号 就讲过一次 6月5号就讲过一次 然后很快就拉到这个 这个124了 107讲的拉到124 拉到124 那在6月12号又讲了一次 6月12号附近 又讲了一次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今天拆一点点涨停板 为什么 因为这叫什么 叫做多头的遭遇线 多头的遭遇线就是说 前一天是一个中 是一个中长黑K线 但是隔天直接开在这个 黑K线的开盘价之上 代表什么 这叫很强势 转强了 这叫多头遭遇线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档股票 是黑K的 但是隔天 跟前一天有相同的开盘价 你就知道 这叫多头遭遇线 他经常会当天拉到 接近涨停板附近 所以他今天开在多少 开在113 刹到112 拉到118.5附近 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逻辑概念 你今天光是当冲10张 就可以赚到6万 几扣涨停板有没有 那甚至这个逻辑就是 他经常这样一个走法之后 隔天还是会急拉的 还是有这个机会 那过去的经验是这样 当然不必然 但是大部分的机会都是这样子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所以如果你想了解 6213的连茂 明年的买进价位在哪里的 欢迎大家加赖进来留言 6213加1 6213加1来做一个留言 好那6695的新顶 第一季美股盈余 是-0.23是神顿集团 日本AI大厂开发机器的 视觉影像处理 ASIC晶片 那这个股票的话呢 A指标数据有创高点 那这是非常典型 相当强势的格局 所以我今天啊 那么一大早 我就带会员朋友 抠在71.1买进了 那么哇 这会员朋友真的太捧场了 抠进去之后呢 哇一下子就急拉 狂飙值分涨停板了 所以呢 从这一点你应该了解 燕榮老师对于 这个会员对燕榮老师的信赖感 为什么 因为过去成功的机会都非常多 胜率很高 而且每一次呢 买进的股票常常很快急拉 这是题外话 所以当然重点就是说 6695的心顶 今天没有买到的 或是买了太少的 或是你对这个股票 有兴趣的朋友们 明天早上啊 明天早上 在这个地方关键价位 什么地方站稳可以继续买 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6695加1 6695加1来做一个索取 好另外GP200还有加币期 加币期上次在 在这边6月4号分享 161.5162代会员买的 然后呢 164跟你做分享 收盘后才能分享嘛 结果先拉到185 那后来在这个地方 也特别提醒 有特别提醒 那特别提醒之后呢 又拉到204 那么一次是 有一次是持仓 一次是当冲 有一次是当冲 那这边的话呢 我认为 尤其昨天有跟你提过嘛 如果你也来索取关键价位的 你会知道关键价位嘛 那今天果然也有拉上来一点 那我认为这个股票 如果关键价位能够站稳 那接近上涨的时候 我会带会员朋友来操作第三次 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加赖进来 来做一个留言 一起来操作这个股票 好那留言就留6197加1就可以 好那最后来跟大家提醒的就是 如果还没有加赖进来的 请记得加赖进来 因为加赖进来就可以 留一个贴图给系统一个通关密码 你就会得到一个好处 这个好处就是 如果你在6月4号之前 有做这个动作的 这个6451的讯心 这五支掌点板呢 就是属于你的 所以呢 请记得加赖留贴图 那已经加赖还没有留贴图的 请记得留一个贴图给系统 好那当然今天最重点是什么 是易登第二 易登第二呢目标有70% 那么他有着索罗门 昆盈尼德克操纵 半个月就拉70% 甚至拉一倍的这个 资金翻倍的这个实例 所以今天欢迎大家 那么在这个地方把握这个机会 那么来做一个留言的动作 想要自己操作的留言348加1 想要燕容带你操作的留言348加上电话 或者是348加上LINEID 来跟上燕容老师的行列 欢迎大家小老鼠小A178 写下来就可以做一个留言 也欢迎大家订阅燕容的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好时间的关系进行到这 预祝操作顺利 谢谢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